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小哥也都回来了 甚至开启了奇怪的三脚链模式 三兄妹陆续换下校服走进成年人的世界 但是我还沉浸在他们单纯快乐的高中校园生活里 因为穿校服的哥哥们可太帅了呀 于是今天就剧中的两位哥哥盘点一下他们的校服以及私服造型 看看揭秘们更爱哪一款 你是我的全世界林霄 今年开春一部下一站是幸福和宋谢搭档的帅气弟弟宋威龙走入了大宗饰演 同期节目《漂亮书生》也在热播 而以《家人之命》中的林霄玉爵受到了大家的热切喜爱 身高1米85的宋威龙 在主演三人中年纪最小 虽然是99年的弟弟 但在剧中演绎着大哥的角色也是胸掌范十足 在剧中作为常年穷级稳军年级第一的学霸简直就是翻版姜植树 但比起高冷的姜植树 为尖尖一家温暖长大的她更加温柔 长大后的林霄美美出场 穿着白色校服 单肩背着黑色书包 一副标准的好学生模样 除此之外 林霄的男友力也是爆棚了 一只手抱着尖尖 一只手推着行李箱走路 姐妹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的少女心还好吗 林霄你的衣柜怕是一整排的各色衬衫吧 但不得不说 身长体型 优越的宋伟龙把每一件衬衫都穿得太好看了 早期作为模特拍摄过许多写真的宋伟龙 从造型到眉眼都可见青涩懵懂 光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都让她穿出了男模feel 中爱黑色的宋伟龙在去年冬天仿佛开启了男友模式 每一套路可配上她心肠的身材 简直是行走的衣架子本家 林霄 我决定代表姐妹们把西瓜最中心的心 锅底的米锅吧 鱼塞两边的肉 童子骨里的骨髓 包子里的馅都留给你吃 有事搁照着你 贺子秋 张星成这几年一直在演员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从你好就是光中的林阳 到大宋少年之中的原重心 再到如今已家人之名中 眼圈一红就让人心疼不已的小哥贺子秋 高考双科第一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音乐剧表演专业的她可以说是超级实力派了 不仅演技好 而且非常有灵气 在你好就是光中 身穿经典款蓝色校服的林阳 是多少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张星成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男神 每一套校服造型都让人记忆深刻 以家人之命中喜欢打篮球的小哥贺子秋 和校服的适配度也是百分百 李尖尖少高中第一天 贺子秋割力爆棚 谁要是欺负你 小哥揍他 在这个五口之下 贺子秋长成了一个阳光大男孩 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宠媚狂魔 帮李尖尖洗袜子 肉都夹给他吃 带他逃课去网吧打游戏 小哥的校园造型也是深得我心 除了常规的校服以外 喜欢打篮球的贺子秋 还有一套篮球服造型 女孩们在校园里最欣赏的两种人 帅气学霸 篮球队长 以家都献给大家了 成年后的贺子秋 相比林霄私服造型上更加活泼一些 更多的使用衬衫 外套 T恤的形式进行搭配 对于长居片场的张星成来说 穿长服的机会确实是比较少的 但不难看出他私下 是个妥妥的大男孩风 不论是走机场还是录制综艺 眼镜这个配饰的选择都给他加分不少 在丰富自身穿搭细节的同时 也提升了整体温文 柳软的气质 在和谭松韵一起参加的治愈戏带完综艺 奇妙小森林中 张星成又一次作为哥哥 带着小朋友玩耍 小哥快看看 这里还有好多人想排队做你的妹妹 啊 编剧 拜托不要虐我们小哥了 眼眶一红 别说礼拜了 观众们的心也跟着一抽一抽的 此处张星成演技炸裂 这个梗最近也是玩个不停 所以面馆枪战到底什么时候才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